三分月搜 那就是十分 依依 今天的菜可真丰盛啊 依依在 何事不丰盛啊 爹依 看這些菜的品項 你這酒樓辦的是有聲有色的呀 那當然了 怎麼說我也是老闆娘了 誒 話說回來 怎麼又看見子安呢 我們不等他了 我們先吃 依依啊 好久沒吃過你做的飯了 我得好好看看你這個五味居的老闆娘 廚藝到底有沒有退步 既然今天上一館五子 來到我這五味居重聚 那我這五道菜 必然有他自己的寓意 寓意 首先這第一道菜 蟹釀成 對應五味之中的酸 不錯 既有新意 又有新意 爹爹 那這道菜 又有什麼意義啊 這道菜 叫香透夾衣青 豬魚 沒錯 首先呢 將魚用鹽字降煮 再將魚鱗和豬魚一起熬製 熬得辣味之後 將滾湯淋到魚上 食用的時候 再撒一把豬魚粉 廟不可言 對應五味之中的辣 那爹爹 這道用荷葉包起來的 又是什麼呢 這道叫 琥珀悲青和鹿滑 說白了就是荷葉粥 荷葉清香微苦 所以這琥珀悲青和鹿滑 對應的就是五味裡的苦 真是巧思 沒錯沒錯 那這五味當中 就只剩下甜跟鹹了 對對對 爹爹 這甜又是什麼 當然就是這一道蜜字醉蝦 用薑末蜜糖還有梅子醬 放入燉煮好的滾酒裡面 醃製拌勻 蝦鮮酒香蜜甜 可惜呢 還是沒有我甜 爹爹 許久沒見 你還是當初那個爹爹啊 有問題嗎 那這酸甜苦辣都有了 那鹹呢 這個鹹呢 當然就是對楊子安的那道菜 爹爹 這麼臭的什麼 這就是和楊子安 一模一樣的臭豆腐 爹爹還是快幹什麼 待會他來的時候 你們可得幫我 讓他把這道菜 全部都吃完才行 好 好 讓他吃完 沒錯都得吃完 這個臭豆腐又臭又鹹 這外面怎麼回事啊 聽起來好熱鬧 我們一起出去看看吧 好啊 走 哇 是煙花啊 李懿 雯仙快來看 李懿快看 哇 漂亮啊 好美啊 好漂亮啊 你看 好好看 真的有人在放煙花啊 你看那個 喜歡嗎 是你放的 是你放的 你送我一碗臭豆腐 我還不得回個禮 那為什麼是煙花啊 那日在上衣館賞月 你說起幼時和敌衣共賞煙花 我見你十分懷念 編計劃著讓你再接一次煙花 原來你都記得 對呀 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 那 那那日你還說 你喜歡我只有三分 依依 你知道我說的三分 可不是三分流水七分沉的三分 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 三分月色 那就是十分 我還想 呈現 許多畫面 用傷心間 時間擱淺 難眠 多想說出口 多想說出口 自從遇見你的那一天 起我的世界全都是你 也許 每一次擦肩而過 都命中注定 怎樣才能尘封 我和你的曾經 等待著回憶 等待著回憶 可真著急啊 能說出口 夢醒後愛卻依然遙不可及 也許 也許 每一次擦肩而過 都命中注定 怎樣才能承諾 我和你的曾經 多想說出口 自從遇見你的那一天 起我的世界全都是你 身影 模糊在風裡 如畫的笑意 此刻只想對你說 愛你